快把香蕉喝了 刚吃这么多东西 谢谢你 我们先喝一口啊 喝得满最多事 等一下 你才满最多事呢 我上去了啊 等一下 把右手伸出来 这里先凑个数 等先把你套牢了 以后给你买个真的 好 我上去了 上去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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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第一次见沈侯这样 人家 这就是真爱了呗 真羡慕严小晨 沈侯是多少女孩的梦中情人啊 对啊 你知不知道 上学期圣诞节 沈侯跟严小晨表白的那一天 吴倩倩还以为 沈侯要跟她表白呢 那会儿啊 大家还真以为 沈侯喜欢的是她呢 她看上去很高贵的样子 实际上 也不过沈子走多钱罢了 这会儿笑她 我真别被笑话了 猴子跟你在一块儿吗 没有啊 什么情况 打电话她不接啊 她今天不是去补考吗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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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担心啊 没事了 等等等等 什么情况啊 所以代考这事是你给她说的 不是我 我是真没想到 那剃口能这么坑 会有哥们还说那是个专业的 他自己知道吗 他 知道一点点 不是 不是 是我跟她说我能替她搞定的 你别怪她 要不然她该怪我 喂 晓晓 喂 晓晓 喂 晓晓 你个重色轻有的 活双眉毛你在哪儿呢 我回家拿点东西 怎么了 我给你找了个提口的 那哥们儿放我鸽子了 还不了了 不是 雨晓 你这次把我坑惨了 大哥 我错了行吗 回头再给你赔不是 你赶紧回来马上考试了 我家离学校最快一个小时 我现在赶回去也来不及了 只能指望我运轻 我关经济学的老头 能大赦天下让我过了 大哥 你做什么梦啊 那老头能放过你 你干什么玩笑 我来考 你考 主任 考生开始点名 统计缺考 王伟 到 蒋浩 到 石千伟 到 陶礼 到 选侯 到 汪萧萧 到 杜文顺 到 赵彬 到 赵彬彬 到 赵彬彬 到 考完了 没暴露 小陈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怎么在这儿呢 这里面不是在补考吗 我来找老师问点问题 我来拿学习会找案找老师盖个章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你找什么呀 你别管 要找什么你帮你找啊 你拍这个干什么 真想干吗呀 你管那么多干吗 先拍一脸早晚用的事 你还有心思搞这个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差点把猴子害惨了 结果是好我们就完了 我跟你讲 多亏颜耀春挺身而出替猴独考 要不然猴子真毕不了业 我得自责死 看来这颜耀春还真挺够意思的 咱们以前都误会她了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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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曼妮 早 早 曼妮 早 倩倩 早啊 大家好 我是人力资源部部长Eason 这位呢是安理 待会儿她会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公司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 加入MG的大家庭 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地度过十一期 为衷心的期待 和各位成为真正同事的内套 刚刚带大家参观的呢 是公共关系部 全公司最漂亮的小姐姐 都在这个部门 前面是投资管理部和项目评估部 二十四层呢是人力资源部和国际营销部 我们人事部啊是实习期间大家都想去 转任之后谁都不想去 我们一直左右为难呢 三十五层是总裁办公室 不过那个地方暂时和我们无缘 这边是企业融资部的培训教室 前面是食堂 只要大家有这张MG公司的门禁卡 在这里吃饭是免费的 陆总好 陆总 陆总 他们是新来的实习生 行 你去忙吧 好 你继续了 来这边走 我们公司的伙食 局长说定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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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宗铭 你好 我叫吴倩倩 我知道你 我师哥就在MG人事部 好好表现 谢谢师哥 别的容 放心吧 师哥 我一定能力 知道我 当然了 你面试成绩那么优秀 在陆总那儿都是挂个名的 好了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这就是你们工作的企业融资部 谢谢 跟我来吧 这边 陆总 是医生放了部门的 您看一下吧 先放桌上吧 伊森 这次实习生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 颜小晨的女孩 有 这一次啊 实习员工面试第二年 成绩很优秀 给她分配到了企业融资部 你先去忙吧 我们家复县的 您家哪儿的 你是复县的 我就在市区 继续说 所以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倾向于 中辉这个项目的 我要一份更详细的报告 没问题 行 你先忙吧 哈喽 你们就是被安排过来的 实义生吧 是 坐坐坐 坐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企业融资部的部长 杰森 今天呢 大家第一次来到公司 先对公司的业务 有一个大致的熟悉 就可以下班了 我们没有别的工作了 放心吧 以后加班啊 是家常便饭 但是现在呢 你们还不是正式员工 所以公司确实没有这么多工作 交给你们 老师加油 好 杰森啊 伊森又为难我 我看他每天都想找我的茬 想要开除我 你先回去 一会儿被发现不在公务 又救你小辫子 他要是存心跳舞的毛病啊 鸡蛋里都能跳出骨头来 刚刚又说我前台代客水果开销大 让我控制成本 这么大的公司差这点钱吗 让你控制成本你就控制 这不是什么大事 控制水果成本很简单 买点便宜水果不就行吗 谁 你吗 你刚说什么我没听清 没事 我们前台工作是代表公司的门面 虽然说接待的不是直接领导 但说出去也是和公司形象挂钩的 难道要用一些烂苹果烂香蕉 要来破坏公司的形象吗 那直接联系原产地 从果原果农处直接购买 这样成本会不会低一些 或许可以用葡萄呢 把一颗一颗放到盘子里面 这样看起来量很大 实际上令不定 我能问个小问题吗 现在公司前台都用些什么水果接待啊 丑菊 草莓和泰国芭蕉 怎么了 确实都挺高档的 但是都不怎么放得住 如果换成山竹 还有新西兰奇异果和储成 会不会好一些啊 那这样成本会不会更高啊 而且这三样也不方便吃啊 换成这三样水果 虽然看起来成本是高了些 但是使用时间长啊 一周换一次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样成本也降低了 而且作为公司的门面 我觉得也挺高档 我就是一个小建议啊 是啊 说得对啊 这样子也聪明了 还要快回去